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健康保险大家谈第1103集的播出 我是代班主持人林立珠 根据统计到明年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就来到了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叫高龄社会的门槛 占了14% 可是这个比例还会往上升 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根据我们的政府的估计 大概在78年 大概到2025年的时候 这个门槛又会跳到另外一个门槛 达到20% 那20%就是65岁的人口 占全国人口达到20% 这个就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银色的社会了 那也就是说过了七八年之后 我们每五个国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 那这个比例这么快速的上升 除了我们出生率低 我们平均寿命延长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1945年 二战后的出生的婴儿草世代 他们已经来到了这个退休的年纪 那这一群是台湾过去 我们讲那个人数最多 然后最有经济实力的一群 有钱有闲 然后又有经济的实力 那随着他们的退休 我想未来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变革 就是我们会有一群非常大的消费族群 那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产品 可以因应这个新的 我们所谓的荧光经济的时代 那业者怎么样掌握这一波的商机 赶快为您介绍今天邀请来的贵宾 我右手边的是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院长 蔡清彪 蔡院长 院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富邦人寿的执行副总 李回源 李执行副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第三位是淡江大学 我们保险学习的教授 好冲仁 陶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刚我们事先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都是属于这个荧光经济的一员 也都是属于我们二战婴儿潮世代的一员 首先我是不是请院长帮我们观众简单做一个说明 这种高龄化的这种趋势还有影响 然后世界各国的状况 我想这个主持人讲的没错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人口一来一老化 现在大概六个 六个人 就是台湾人民 六个里面就一个是老年人 我们常常在说以后这些婴儿潮要靠多少 就是都是单身儿女 或者是两个生意很少的儿女 我们就说以后就是可能要一个儿女 一个小孩子可能要有六个大人 其实我刚刚跟主持人讲 这其实不对 应该说这一个人 我们六个人的财富会集中一个人 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刚刚主持人讲过 就是在战后婴儿潮这些的 就像我们这一辈快要退休的人 或是正在退休的人 他的财富都是目前大概在台湾 都是属于比较偏高的 台湾的政府他也统计过 在一半以上的守得税 就是说不止 就是说三分之后的守得税 事实上是有50岁以上这些人在交的 贡献的 对这贡献很大 所以说这一代 怎么把这一代人的财富再去做分配 这一代人的财富 我们这一代战后婴儿潮的财富 怎么去享受 怎么去应用 怎么去做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 就是说目前未来大概就是 大家都在长照 那没有错 以后就是一个长照的社会 像我的年代 对不对 我的年代 我把我母父母亲送到安养中心 那其他的家里人 旁边邻居里讲说 你这个人是不孝大不孝 对不对 但是我的年代 我这个年代 我的小孩子要把我送到安养中心 或是我自己要走安养中心 长照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 就像美国 日本一样 年纪大 你在住在一个长照的管理的地方 这是正确的 所以我想未来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就是战后婴儿潮 这些经济情况比较好的 他们的长照怎么去处理 他们的保险怎么去规划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我想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 也不是只有台湾 世界各国都是一样 这种人口老化的情况 也是局势皆然 可能对台湾的影响 我想我们整个社会讨论的很多 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说 在我们整个社会里边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服务 甚至我们的设施 我们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些改变 这一点我觉得 可能先要稍稍再谈一下 也就是在整个战后婴儿潮 还是说其实未来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一般人要大概到了45岁以后 他的财富开始才会慢慢累积出来 可是慢慢等他到了一个高龄 退休以后的一个状况 他其实已经掌握了 整个社会的主要财富的地方 但是他继续碰到另外一个现象 这些高龄者退休之后 他其实不太愿意消费 就是他的消费景象是低的 不想花钱 对 因为他对自己未来 其实不是那么的有把握 尤其大家现在都会常听到 失智 失能 或一些高龄发者的一些疾病 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认知 那其实你会很自然的 就很谨慎的去 小心应用自己的财富 尤其是台湾又特别喜欢照顾下一代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会造成 其实这个国家如果不能够把拥有财富的高龄者这个族群的消费力再吸引出来 其实这个国家的经济不会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应该要讲的 第二个其实就代表说在这个时代既然要让高龄者愿意花 能够把他的消费力给展现出来 那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讲到的就是 在整个商品服务的设计上要开始改变 比如过去你可能只是单一商品 比如说单一产业 他所提供的商品 比如像保险 保险区在库局所提供商品 可能面对这个社会 可能大家以前想的就是什么 藏道保险 失能保险这一类 可是未来它其实是一个更整合的 甚至于未来可能要透过食物给付保险 做一个更广范围的一个食物商品的提供 所以我想整个方向应该都会被在未来有显著的改变 郝老师 我觉得我们社会还没有习惯这么多老人 还没习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设施 都是为年轻人而设立的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学校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住宅 其实是为了一般年轻的族群在设计的 那我相信我们有很短的时间之内 可能我们这些学校 我们的住宅 可能都要转变成高龄长者适合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不止这样 包括我们的旅游 包括我们的餐饮 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这样 当你把这个服务设施慢慢转换了以后 这些高龄长者它的消费力才能够展现出来 刚刚好教授提到说不习惯 就好像我们不大习惯人家开始称呼 譬如说我们讲65岁以上 我们叫老人 等到我们到那种年纪 我们开始觉得也不习惯 我还没那么老 所以我们台湾算不算是一个对待长者友善的环境 各位的观察 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友善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博外座 对不对 他会主动又让座 可是很多人不想走那个位置 我想至少这是一个社会上 对一个老年人强迫或是被动 不管怎样 就是一个共识 对一个尊敬 你看到一个老年人走得不好 会去扶他什么 我想我们的社会对老年人 事实上是友善的 不过刚才我们有提过 这个社会上虽然人心是对老年人是友善的 可是整个的设备 整个的环境 它的构造是不是对老年人友善 不见得 因为我们的人口已经开始在老化了 但是这些设备一些构造一些建设 可能在二三十年又已经做好了 现在跟不上这个脚步 对过去我们好像是投资比较多的 像譬如说盖硬体设备 买产品 买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 或是就买一些设备等等 感觉上整个好像要改变了 可能我的需要不再是这些硬体设备了 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服务 我需要的是一个陪伴 我需要的是一个心灵方面的一个问题 可能讲我们说财务上面是没有问题 资金上面没有问题 可是在这部分 我们有这样的资源吗 或是有这样的产业来经营这一块吗 这点我会觉得 其实所谓有不友善 应该不能像刚才院长所讲的 不是从硬体上面只有直接来定义 说它是不是友善 而是说我们这个社会 有没有开始把这个长者所需要的 种种的服务 不是像过去这样分门别列的 说有 我都有 可是一个长者 当你自己要去分别去找的时候 代表是他就不会开始去搜索这些的东西 它一定是我们要能够用社会的整个整合的力量 把相关的商品服务完全整合在一起之后 让长者知道就是说 你放心当你老的时候 你有哪些的选择项目你可以去从事 而且它是经过一个被安排被设计 甚至有人可以来帮助你的这样一个社会 那才叫友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 我们必要说受险事业 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事业 因为它第一个是它拥有庞大的资金力量 可以投入在整个社会照顾的这一块 第二个其实受险的商品 像刚才所提到的 未来如果能够多朝向 食物给付保单的方向去连接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第三个是受险公司 其实它在全省的据点人力都非常的充沛 其实长者们它要能够被照顾的好 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照顾 其实人在背后的照顾非常重要 而不是说长者自己要去上网去找 这个对长者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或许会反而造成长者某些方面的一个缺憾 我补充一点 刚才副总谈到了一个重要点就是整合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 在这块整合并没有拿医疗来讲 我们现在的医疗都是分的科别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长者 它的疾病是多重的 所以现在所谓的老年医疗慢慢开始兴起 可是我们的医生可能还是不大习惯 我等于是扮演是一个家庭医生角色 而不是专科医生角色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我们的住宅 我们现在的住宅还是沿用过去二三十年的 那我们的长者可能很快的会从一个健康的状况 到一个稍微有点不健康 然后到最后需要照顾 那我们的住宅能不能够让他有这样一个连续的 我觉得这一块都是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调整 那这样一个调整 我相信长者是愿意 当你有这样的设施 他愿意消费出来 但是您这东西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他可能他也不舒服 因为他拥有财产 可是他活得也不是那么舒服 是 我想有很多长者 他可能有某部分的失能 因为他出来他会觉得很不方便 譬如说公车他可能踏不上去很高 或是说电梯很不方便 到处都好像自爱难行 所以慢慢的有很多的长者 他们就躲在家里不愿意出来 那个是我们的上一辈的长者 可是我们所面对的 可能已经不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立刻回来去谈 刚刚侄父所谈到的 什么是有温度的服务 那在保险里边所提供的食物给付 又是什么样的内涵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要跟您谈怎么样健康老化 然后我们要看待 这个荧光经济正行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刚刚我们提到说 有温度的服务 我印象很深刻 在日本他们的超商 不但有凉血压 凉血糖 然后他还提供那种健康餐 或是说针对三高的长者提供那种医疗餐 还可以说送餐 或是说可以提供家世的服务 扫墓的服务 代理扫墓 或是说家电的修理 或甚至倒腐来烹饪 我觉得就是整个的思维是用那种长者的需求来做思考 整个的环境设备各方面都是这样 那我们台湾当然老化没有像日本那么严重 可是我们比较大的问题好像是我们的速度超快的 那我们做好了准备了吗 郝教授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不习惯 可是我们被迫要很快就要做准备 不过我发觉我们的人很厉害 学习得很快 所以我最近发觉我们的人现在很喜欢到日本去观光 那观光当中有很多的有年轻人去玩 我们还有一些年纪像跟我差不多的去不是玩 是去看人家做什么 像刚才主持人所谈到 我们发觉日本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我相信未来几年我们学的应该会很快 好像富邦人寿也有一个这个荧光专案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所提供的是怎么样有温度的服务呢 好我想我们先讲我们的专名称叫做荧光热火 荧光热火 对就是其实我们早眼就是如何让这个荧光族的人 其实在未来一个热灵的生活 那就代表是什么 你要让整个所有需要的这些商品服务整合在一起 本来我们是保险公司 是以在整个财务金融面为主 可是在未来面对这样一个高龄社会来临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光这样做是不够的 因为你如果不让张哲了解说 他未来如何去拥有更健康的高龄的时代的时候 其实就像刚才所讲他不愿意消费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我们有三大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希望在整个他未来的整个经济的守护上 能够扮演一份的力量 第二个是在整个社区的支持 第三个其实才是那所谓的叫做健康的一个促进 那在整个我先从倒着回来讲 因为要讲温度 就从倒着回来讲 那健康的促进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要努力的一个大重点 我们过去一直认为 其实老年人他不愿意走出家内到户外去 其实跟他的心理有关 所以但是你在这个之前 要先让他对他整个未来的健康的促进 有一个很明确的了解 就是他可能要了解哪些的状况 会造成他在整个健康上一些变化 那比如说我们可能过去很少注意到那整个基耐力的问题 老年人如果基耐力慢慢减弱 其实意味着他在进入失智失能的几率就开始在提高 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富邦也正在做努力 我们试着说比如说跟阳明大学跟荣总也都开始在做合作 能不能开始去做一些研究 能够做出一些风险评估的模组 那但是这个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 其实受限公司一个最大的强项就是 他全省的步点都非常的多 所以这叫社区支持 那我们过去的整个的业务的单位 其实偏向于是做保险的推广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整个一个重新定位的设计 未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业务单位 定位成是一个友善好邻居 换句话说就我们本身来讲 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业务单位里面 能够变成是长者们至少他愿意来到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想到比如说桌游 因为桌游其实对长者那个致力的训练是很好的 所以这些其实内容可以很多 那也有提到旅游 那我们其实因为保险业最会的项目之一就是叫旅游 可是我们过去旅游大部分都在国外 那我们现在认为其实在高龄长者这个社会 其实可以把这个旅游的部分延伸到国内进来 所以我们也开始跟很多旅行社合作 那特有我们的同仁 也就是你不可能在旅游的时候 长者身边没有一些来支持他的人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 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呢他是要一个完整的一个社区的服务 因为受险公司 因为毕竟他是非医疗机构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尽量把我们的功能放大 我们创造一些活动 一些动态型的活动 让长者们能够来参与 可是呢未来我们更希望就是 跟整个政府的长照再做结合 也就是政府的长照他可以承担很多 我们做不到的地方 可是对很多当地的民众来讲 他可能不知道政府长照的这个机构在哪里 比如说现在有分ABC三级 那他可能都不是很清楚他会在哪边 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强项 把这些整合在一起 透于我们的同仁 告诉有需要的长者们 当你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查 你在家里附近有哪些长照的点 那再加上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 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富邦已经在开始推动 所谓的失智者的一个守护计划 换句话说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的温度继续放大 但最后就是刚才讲的经济的守护 其实我们过去在讲退休金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都是讲金额的高低 其实金额的高低在未来 它其实是一个越来越难掌握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退休以后 从过去大概我们一般估算退休是20年的生活 那未来可能已经要到30年40年 所以在未来它其实在整个我们所谓的life cycle上面 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就让一个长者 他在未来退休之后 能够先用一段我们就称为叫享乐期 那在后面那一段才进入安养期 像这样一个整整的概念就是 希望就是最后确保它除了生活生命品质提升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当它在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有效运用到它自己一辈子努力所累积的一个财富 而不是说这些财富它到最后用不到 比如说有些身体上的不适 或者说一些智能上的不适的时候 它可能那些资产是它用不到的 所以这些都是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让整个这个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来提供这长者们一个完整的服务 我想退休族群如果是在讲二战婴儿潮这个世代 因为我们从我们的长辈上看到一些经验 怎么样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家财万贯你儿孙满堂 都比不上有一个健康自由的身体 所以怎么样避免说我是失能失智 当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预防 可是至少我们可以朝那个目标 所以我觉得老年的商机 健康的管理就是很大很大的一块 应该是它最重要的那一块 那院长你们怎么样去做这一块 那怎么样呼吁民众在年轻的时候 甚至在中年的时候就应该要注重 对 没错 刚刚副总有提过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他过快乐的生活 然后也许最后才是一个安养的阶段 那你怎么要快乐的生活 你就是要健康的生活 对不对 你健康我们常常讲的很好 比如说你的财富 一后面是六个零就是一百万 对不对 一后面九个零大概就是一亿 对不对 但这个一不见的话 大概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你就是你要身体要好 所以你讲的一就是健康 对 健康就是身体要好 那你身体要好 你就是说你要有健康 你就是要先 我们常讲就是健康管理 就是说健康检查 其实讲的比较白一点就是 你要检查 比如说我们常讲说现在 我们讲现在十大十万因 第一个就是癌症 对不对 那癌症的话 你知道现在最好的治疗是什么 你看有标靶治疗 有直指治疗 患射治疗 那么多的治疗 对不对 但其实癌症最好治疗是什么 就是筛检 对 没有错就是筛检 当你还很小的时候 你还一公分 小一公分的肿力 把他割掉 你什么标靶 什么都不用做 你不要等到他十几公分 再去处理这样 那你这要做患射治疗 现在到国外去做一些患射治疗 什么脂质重粒子 对不对 太复杂对不对 你为什么癌症的 趁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发现 去把他处理掉 就是好对不对 所以我想就是说一个健康检查 把你身体 你到底什么样的毛病 你在跨入老年期 或是退休期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健康 这一定要把他照顾好 但比较可惜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全民健保 是治疗疾病 益环的医学 像益环的检查 身体检查 这个都是没有健保及护的 所以我想没有健保这一块 应该保险可以来照顾 比如说保险现在 我知道现在保险也有推一些 食物及护 食物及护事实上 就可以包括一些所谓的健康的管理 健康的检查 你早期发现这些疾病 你早期来治疗 你又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讲癌症的五年存活率 其实就很低 但是你在癌症第一期 跟癌症第四期的存活率 就差了快十几倍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健康的老人 在早期要得病的时候 之前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护患 当然你看癌症要这样做 脑血管跟西线管疾病 你不要等到说 这个血管已经塞住了 心脏血管塞住 脑血管中了 再来做支架 再来不及了 你平常就要检查 到底血管的问题在那里 就开始要吃药 要控制 要什么护患 就应该开始处理了 所以我想护患的保健 护患的健康 健康的管理 健康的检查 这个都是非常对一个进入退休 或是电力的老年 这个最基本上最重要的 第一步就是要 把你的身体照顾好 这样子 我想顺着刚才院长所谈到的 过去我们的保险 其实它有点像 我们叫风险理财 发生事故以后再理赔给你 那现在看起来 我们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整个风险管理当中 除了发生事故以后再理赔之外 你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们叫风险控制 那事实上我觉得 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 开始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在做风险控制的时候 没错就像刚才 那个院长所谈到 它可能让发生几率可以降低 然后损失金额可以减少 那当发生金额降低 损失金额减少 又可以回过头来 当保险公司在计算费率的时候 应该可以给它一些费率上的一些调整 这样让人家有更大的诱因 那这才是我们一个良性的循环 然后让我们的资源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运用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是我们未来该去努力的方向 是 我想也包括预防剩余重治疗 这个大家都懂 甚至也包括老年人 不是我们要去照顾他 是看他怎么样培养他治理的这个能力 这个可能在我们这一代都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 我觉得婴儿草世代应该要翻转大家对老人的那种想法 甚至要建造一个说是老年的新的生活的风格 我想报章杂志都已经在谈说 芬兰可以做到说 他的终老是只有14天是躺在床上的 可惜我们台湾是将近有7.3年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很大的资源都是用在这一块 也包括我们现在政府伤透脑筋 找不到裁员的这种长期照顾的这一块 不可会远的 我们长照人口的需求是越来越高 隐性的加进来 粗估大概将近300万的人口 也就是把隐性的被需要照顾的人加进来的话 这个也是我们要正式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希望变成那样 可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该怎麽样来看待这样的情况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跟您讨论的是 健康老化 荧光经济正夯 这样的一个议题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说 虽然预防剩余治疗 然后我们怎样加强保健 然后癌腮怎么样把这些疾病都给排除掉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避免 你看我们的身体器官用了一辈子 总会有折旧老化的时候 面对这样的问题 你看我们的失智人口越来越多 失人的人口 当然它不一定是老人的专利 可是不可会演的 老人还是占最大的一个比例 郝教授您的观察 为什么国内的长照需求 越来越迫切了 这跟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刚才已经讨论到 我们大概现在的人口结构 老年差不多是快到14 大概8年后我们大概就差不多到20 各位不仅是要看这个14 20的这个数字 你还要去看它整个里面结构的变化 那个结构变化就是65岁以后的 它属于65到75 我们是属于比较年轻的这些老人 跟75以后这种年纪比较大的老人 中间的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老人大部分应该都是65到75 刚才主持人也谈到战后婴儿潮 不断地往前推的时候 75以后的会越来越多 根据国外的研究 其实这种长照失智 失能跟年龄有非常大的关系 65到75 75到85 85以后 那个发生率会快速往上飙 所以其实我们到最后 还是有不得不逼面对的这些东西 因为随着这些人口不断老化的话 我们还是得面对有失智失能的老人 院长 我们在做健康管理方面 怎么样有办法说降低这样的比例 或是延缓卧床的时间 对 没错 第一个就是说 我想刚刚主持人提过了 像在昏南他最后的几个礼拜才卧床 但是我们在台湾卧床或是说需要人家照顾 这个时间就很长 就很简单 第一个说在北欧他们国家 他们的筛检做得非常好 就筛检还有政府的照顾 我所谓的筛检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国民健康级 就一个简单的肆癌筛检 就是说抽个鞋 做个抹片 做个口相筛检 当然这个还有乳房在筛检 肆癌筛检 这个当然是非常好 没错 但只是一个基本上的筛检 但是像在德国 德国他们有几个邦 几个地方 他们政府就是出钱 做了一个研究计划 他们就是做一个所谓的前身 叫前民MI 前身的MI筛检 在50岁以上的人 都给他做一个前身的 一个核磁共振的扫描 从头扫到骨盆腔这样子 当然这个花了不少钱 没错 但是他找出了 这个研究报告他也出来了 他找出了脑血管的疾病 他找出了癌症 这些都是早期治疗的 我常常讲说 一个脑血管的疾病 一个脑出血的病人 你早期找出来 把血管夹掉 他就减少 他不要说卧船 也许可以卧船的 可能卧船就10年 但是你早期把脑血管疾病 抑还掉了 那你就可以 这个10年就减少掉了 一个癌症的 一公分的肿瘤 你把它割掉 你就不用后面这十几 可能好几年的 花了几百万的 医疗费来治疗 我们很简单讲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开个手术 一个小的肺癌 一公分以下 开个手术 也许花了五万块 对不对 好 但是你到了第四期的肺癌 你要做标拔 就换射治疗 叫卧床 再甚至要照顾这些 你可能要500万 对不对 那你这差100倍的费用 你看 这个对国民经济来讲 就影响都很大了 所以我觉得说 第一个 筛检要做得好 你就是可以延长这些 就是延返这些在患者 就是我们的长者 在卧船的时间 那才活得健康 第一个就活得健康 那当然到后来 你人还是会老化 总有一天还是要走 没错 那时候就是利用它 到最后一点 就跑到人生的终点 这一刻倒下来 刚好就寒着笑离开 这样是一个最好 我们常讲在 我们古社常讲 就是寿终正寝 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这样子 不要说有很多的疾病 让你来疾病缠身 这样子 所以我想最好就是一个筛检 而且更高级的 更好的筛检 当然对一个年纪大的 一个进入退休的老年人 这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 打造一个说 失能极小化的超高龄社会 那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可是不可会言 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的 失智人口 失能人口 那这个部分 当一旦发生的时候 它可能面临的就是需要照顾的问题 各项费用的等等的问题 买保险本来就是一个救生圈 备而不用的 可是不买 一旦要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遗憾 那支付 那我们在保险的这一块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我就先顺着这个方向去谈 就是过去我们保险 有提供所谓的长期照护保险 但是在过去对这个长照险的 基本概念都是从理赔的角度 很多人就会想是说 那我没有理赔到 不就亏了吗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角度 要开始改变 第一个 其实长照险 它其实是你退休金的保险 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一般人 在准备退休金的时候 往往忽略这个因素 就是你认为我身体是好的 的状态去准备这个退休金 可是当你万一错了 你是有失智失能现象的时候 其实那个会被咬掉 退休金的比例是极高的 所以你需要一个万一不幸的时候 有一个保险商品 可以帮你来做这样一个cover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这样子是不够的 因为在未来 像刚才院长所讲的 我们有很多前置的动作 如果能够做的话 它未来发生的距离就会下降 比如说健康的管理 或者说甚至必要的医疗的服务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在面现在的政府 我们已经有开放 所谓的六大的食物给付的一个范围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范围 结合到我们所谓的食物给付保险 换句说可能你如果说你觉得 就是你对自己健康很在意的 而且你有这个能力 可是如果把它结合到保险进来 就会变成说你每一段时间 就是由保险公司提供你一笔钱 去做这样一个健康检查 或者是说当你要去做一些 比如说医疗的时候 但这是保险公司过去医疗选常有的范围 可是未来其实有很多东西 其实你可以去做的 就是你可能不见得一定到 那么严重的状况下才去做 你可能可以定期就开始去做 让一个人养成一个健康的习惯 另外一个其实还很重要的就是 其实在未来不可避免的是 如何让一个长者他在生活上 比如说在食物面 在食物的方面 或者在一些运动方面 他等等所需要的一些照护 或者说一些机制 他也能够事先去安排好 这个东西其实在未来 其实包括就是说 刚才讲的政府开放范围之内 也有所谓的老年安养服务 长期照顾这些等等 尤其是比如说你年纪大了 家室你算是应该可以稍微动一点 可是一些比较危险的家室 你就不见得要自己做 因为做的反而危险 所以就类似像这样 我们可以就未来跟一些 比如说家室服务的一些企业做合作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装成为 所谓的食物给付保单 所以这样子大概就是运用一个保险机制 把一个人在高龄期的时候 他好不容易退休的时候 我准备一笔钱 那不会因为万一是死人 被牙掉一大块 或者说当我要去做健检或者什么的 我又担心说我如果去做健检 或者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对自己身体未来有益的一些动作的时候 会让我的退休已经不够用 所以当你这些元素都已经先算好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如何让长者他能够安心的是说 我在未来所需要的资金来源 他都有一个稳定的金流可以给我 那这稳定的金流给我之后 我就其实就是有多的 我就可以多做一些享乐的动作 然后真的到最后还有剩 我说不定还可以拿来做照顾我的后代子孙 这样子才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以后不是扶老笔了 是我们自己抚养自己 然后我可能还有余力抚养儿孙 就像刚刚院长讲的我们那个财富再回去 再分配回去 好教授 我想顺着刚才副总所谈到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两个很大的革命 第二革命就是我们希望把长者的资产 能够找出来 然后能够消费 那这个消费当中 我想可能是他所需要的服务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大的革命 怎么把资产换成他要的一个服务 那第二个部分 当然这跟我们保险业有关了 就是我们保险业当中 过去我们比较擅长的 都是发生事故以后的给付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还要再多走一步 就是我们这个给付当中 怎么跟这个给付所对应的服务 要来做结合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大的革命 如果这样做出来的话 也许我们未来的长者 更愿意把他的钱 所谓的钱可能是他的所得 或他的资产愿意掏出来 然后去购买这社会上的服务 我觉得这对整个国家都是好事 因为看起来我们未来 我们可能要透过贸易 透过什么来增加我们的GDP 大概可能性越来越低了 我们要自己来创造我们的需求 那怎么样来创造 我觉得我们长者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可是我们刚才谈到 我们的服务要让他能够动心 要有温度 那这些都是要 这些长者有动心能有温度的 然后他乐于把他的资产 跟他的现金掏出来 然后让我们来替他来服务 我想健康快乐的生活 应该是人活着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尤其是在老年的这个阶段 钱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可是除了钱以外 这个人活着的价值 他的交友 他的整个生活 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我们现在的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5岁 如果我们现在平均寿命 如果与女生来讲已经到83岁了 这么长的这个时间 他有没有机会说再奉献社会 甚至再回到职场 除了我们讲去做育工 常常都说我的退休的梦想 就是要环游世界 可是你可能环游了 一两个月你就会觉得 那可能不是跟你想象的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想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就回来探讨说 我们这种长者的人力 怎么样可以让他再回流到我们的社会 然后对我们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然后让长者心灵上获得更大的满足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跟各位探讨的是老年经济的一个问题 然后也带到这个银法的商机 除了我们讲老年退休的议题以外 如果民众如果有遇到任何跟保险相关的问题 也都欢迎您可以打到现代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 所成立的保险消费者服务中心 也可以到现代保险资讯网的书层里边去看 有很多当然包括老年退休规划的保险 还有相关的刊物都可以给您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参考 我们再回来探讨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说 退休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多的面向的 很多人只是觉得说退休好像只要把钱准备好就够了 其实有人根本不知道怎么退休 然后退休后突然没有一个重心了 所以有人讲说可以去做义工 有的人个性并不是是这样的 甚至有的人他很想再回到职场 可是他可能体能各方面已经不大一样了 那有没有像这方面的这种职缺或是工作 或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让他们也让他们觉得说 虽然是退休了 可是他们还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 子夫你们有这样的高龄人口的优援吗 这方面其实这几年的年轻化 这方面当然是比较少 可是我们现在我刚才有稍微提到 我们现在正在做整个我们的业务体系 一个很大的组织的改造 就是重新定位他们的未来的重点在哪里 因为年轻族群有年轻族群他要面对的市场 可是对于这些高龄者 其实我们其实有很多资深的同仁 其实有一些我们现在其实慢慢一波一波 已经有在退休了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深入去看这个一个人为什么退休之后容易失能 然后接下来失智 因为根据这种同仁数字大概65岁起 退休之后他那个失能力就跳高 75岁以后那个失智力也开始跟着跳高 而且就像刚才说说说讲的 每隔10年一段之间 他那比例是不成比例的跳 他是高度的跳 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如果我们在未来 透于我们全省庞大的据点 能够比如说制造出很多的所谓的活动 或者说服务的这些项目 让这些因为每一个活动要办理 他其实一定要有人来去承办 要有讲师可能要有义工 甚至要有很多的协力者 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因为很多的长者退休的时候其实带着一身无意退休下来的 可是因为没人找他 所以他就郁郁寡欢 就在家里看电视 所以我经常说看电视可能是一个失智失能的一个支母 但是如果说如果能够有一些地方可以吸引他出来 让他觉得他有价值 他再度把他过去的这些能量 再分享给当地的民众 尤其是在地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因为你说他跑得很远 他可能也不愿意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在地化的这样一个机制的呈现 就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叫友善好邻居的概念 就是让一些有记忆的人他来当任讲师 如果比较没有的他可以来当任义工 甚至你在那个场合你来做一些协力者也是一个好事 我们除了这样子一个组织之外 我们现在像一个慢慢行的一个叫长者互助的机制 就是当你今天你身体还不错的时候 你提供了你的服务不管是当作奖师或是当作义工等等 其实你都可以有点像是我们有一个credit 有点像存折的那个概念 就是我们把你这东西存下来 等到以后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免费再取得类似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正在发展这样一个部分 但可能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有稍微问到就是 那长者能不能再从事业务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并没有所谓的不可以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未来的高龄期越来越长 因为如果说从60岁开始起算 现在也是根据这种的统计数字 大概60岁现在的两年前的女性已经活到平均大概88岁 男性到82可是大概到二三十年之后 女性跟男性大概都开始超过90岁的平均的余命了 就是退休以后还很长 所以这个代表是如何让未来 只要你能够有提供服务的 就你要够帮助别人 其实我们就定位你是健康的人 那你在你健康的时候 比如说我是一个94岁的人 我如果帮助一个93岁的人 我就是健康者 其实这个对老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他会认为说我还有用 因为我们看过我们有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已经到110几岁还在做育工 他那个身体是好到不行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帮助别人 他一直在给予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现在透过 比如说受刑业这样庞大的全神的点 把这样一个在地化的元素给活络起来 就是当地的人去帮助当地的人 不管是老人帮助年轻人 或者说是老人帮助老人 其实都是OK的 因为老人其实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 老人其实就是宝 是 如果让这个宝 未来的 让他更能体会到老人的宝的价值所在 其实我想是对整个未来社会的协和 或者像刚才所讲经济的发展 其实会更有利的 对 老人是宝不是宝福 对 我想我们随着老人越来越多以后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青床人口 不断的往下降 所以政府其实也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 那在国外事实上他们发展比我们更糟 所以现在很多的概念开始出来 比如说部分退休 就是他可能是逐步的离开这个职场 那部分退休当然意味的就是部分工时 部分工作 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些配套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新的配套出来 你比如说如果你60岁已经退休离开了 然后拿了劳保老年起付之后 现在政府允许你再进到职场 还可以再加劳保 可是那个时候劳保就是自愿执灾 没有其他的继父 这就是一种模式 那还有很多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 长者要进到职场的时候 可能他需要的工作环境 跟年轻人是不一样 所以职务可能要再设计 那这时候政府开始有一些补贴 那甚至有些长者未来工作的时候 可能跟他原来工作不大一样 你可能原来是在金融业 将来你要做一个照顾产业 所以你可能要再训练 所以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这种再训练的计划 那目的就是让身体还不错的老人 再继续投入职场 因为我觉得再投入职场 说不定是让自己的生活 更充实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啊 当然我们说 我们还是要定一个退休年龄 否则年轻人没有机会上来 可是有这么丰富经验 有这么好的实务经验的 我们不要讲老人 然后这种长者 怎么样可以用他们的经验智慧 来帮助下一代 甚至可以说 不一定是相对说他们需要收入 而是说让他们觉得有一个寄托也好 有一个贡献也好 那这部分在健康管理上面用得到吗 我想我们应该这样说 我们现在就是 为什么我们年纪大的退休的人 为什么工作 再进入职场的比例不高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我们有蛮多外劳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快将近20万的照顾的外劳 但是日本我们六倍人口 日本一个外劳都没有 我看到他们很多老人 对 而且他们就是很多工作的机会 就给一些退休的人来做 比如说在超级市场的工作 甚至的照顾 刚才提过的照顾的照顾者 因为你73岁可以照顾80岁的人 对 80岁可以照顾90岁 像这些工作的职缺 又可以示范出来 这些老年人 他可能他本身已经有一些退休金了 他不在乎钱 他在乎他还有工作 还有工作能力他得到尊重 我想如果说我们的一些政策 稍微再优化一点 可以让这些退休人再就业的机会 给他再就业的机会 这样的话我想 这个生产的国内的生产 我们讲这个GDP应该会再提高 因为刚刚我们有提过 我们现在大概很少 没有办法再靠外销去创造更多的GDP 只要靠内息 内息这么好的内息就是长照照顾业 这一方面的产业 就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就自己的同胞 自己照顾 自己来 没错 而且又很亲切 语言又通 太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最后一段要来跟我探讨 还是要回到说 我们怎么样准备 我们的退休金才足够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便知其坠 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怎么样活药老化 怎么样可以做保健 怎么样可以再投入社会 但是不可会远的 我们退休之后的二三十年 甚至刚刚提到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很重要很现实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有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 不管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政府在做年金的改革 但是你看他炒成一团 也知道政府提供的一定是白饭 也是最基本的 那我们怎么样来 籌措这个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 有哪一些方法呢 我想我先分享我们现在的一个很新的想法 有第一个是面对现在的社会 第一个大家要有个提认 你最晚45岁以后 45岁你就要开始做退休的准备 那第二个是说 你在做退休准备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就是你在准备期 就是你在退休之前 这我们都叫准备期 这个准备期呢 我觉得一定要改正一个就是叫做 你退休理财其实跟投资理财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万一投资势力 他的退休就出问题 这是第一个阶段叫做准备期 第二个阶段叫做我们刚才叫做乐活期 在乐活期的期 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我在退休的时候我准备多少钱 那我去估算一下 我在这个钱假设叫做 第一个阶段这里面有多少 比如15年 在这段15年期间之内 我能不能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去支援我的在这段时间 希望能达到一些人生的梦想 可是最后一个叫做安养期 在安养期的时候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 无风险性的现金流 就是你要让你自己确保 你的钱可以到达你自己的身上 这叫无风险现金流 所以在这样一个无风险现金流 目前在看